春节期间包括警察消防以及环保局清洁队员等公务人员 都是不休假持续为基隆市民服务 维持春节治安及交通顺畅 救灾救护和清运垃圾等工作 特别是10天春节假期几乎都在低温中度过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特地代表市议会 带着下午茶套餐 慰绕这群辛苦的公务人员 我们分别到这个暖暖消防分队 七堵消防分队还有消防的七堵分队 以及我们警察局交通队 还有我们环保局的清洁队 分别来跟我们的所有同仁 值班的同仁说声感谢 跟表达我们代表议会最高的敬意 那我想在过年期间呢 我们警、消、还有清洁 他们的休假时间是照牌、轮休 所以没有办法 不一定有办法跟家人来团聚 然后也因为有大家 所以我们在安全还有环境的维护上 都可以让我们基隆人 可以享有最高的品质 那过年期间也发生了几件火灾的事件 那警消灯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想带一点点的心意 下午茶 来表示我们对大家的感谢 跟这个慰问 对于议长、童子伟 以及市议会这份暖心的敬意 大家都是满满的感动 因为今年过年 然后疫情也开始趋缓 所以围路跟准备的人也比较多 菜色的准备人 所以市场跟坎仔铃鱼市的垃圾量也水之大增 所以童人也很辛苦 在除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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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家都轮值值班 恢复市容的一个整体 那也很感谢议长 本队在执行入口宣导 比辆行人的一些工作 还有包括交通疏导的作为 今天特别感谢议长、自证本队 下午茶来未免同仁 而且祝福议长新年快乐、和家平安 我们所有干部跟我们基人同仁 都发挥我们所有的一个 那个谨守岗位的一个精神 到我们所有应该湖的地方去做一个抢救跟湖的工作 尤其这一阵子 我们也碰到几件的一个火灾 所有的我们外景同仁都顺利把这些灾害呢 把它抢救完善 那也特别感谢那个议长 那在这一段时间 感念我们所有外景同仁的一个幸福 特别利用时间来扣控 让我们百无七度跟暖暖三个分寸 来做相关的一个慰问 议长同志威表示 今年过年期间气温骤降 让民众生活相对不方便 幸好有这群认真执勤默默工作 甚至放弃和家人相聚的无名英雄们 才能让基隆市的环境舒适度大大提升 市民朋友开心过好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